馬總統到底有沒有收富邦的政治獻金 蔡民宗跟國民黨越講越不清楚 資深媒體人黃玉宏看不下去 再度出手告發 那他今天說他記錯了 但是王金平的部分呢 是說他2008年根本沒有這回事 也沒有收據 所以很明顯的可以知道呢 蔡民宗當時在法院做的證詞是偽證 而且他的偽證呢 影響了法官的判決效果 因為法官在判決書裡面 有引用了蔡民宗的證詞 黃玉宏當起檢舉小兼兵 拿出厚厚一碟的資料 舉發蔡民宗涉及位證 08年的大選 我們並沒有捐款給馬英九 事實上以我父親在法院的證詞 我想各位也應該都可以去查得到說 他說馬英九事實上是拒絕了我們的捐款 明明才引述父親的證詞 馬總統拒絕捐款 但是在庭上蔡民宗卻說 當年國民黨透過刑罪院長王金平 收下1500萬 還以國民黨名義開了收據 父子倆說法不依 蔡民宗緊急改口說是記錯時間 作版2004年政治獻金說成2008年 就算真的是時間誤值 不過和王金平說到1000萬的說法 還是有出入 查了500萬 是誰又記錯 還是進了誰的口袋 認定蔡民宗說辭反覆不依 黃玉宏到北檢舉發 要蔡民宗向檢察官說清楚 想明白 三立新聞中文報導 對於明年的預算 我們也想說 回事後 我們想說